词曲 李宗盛 无人问洁的脚折 你选择去崇拜谁呢 愿谈谁呢 家中热情的冷落 家中自由的枷锁 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 绽放一次就足够了 奢求什么 无名之卑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谁不是拼了命 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恨泪是狼狈 也许卑微是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 你的构回 无名之卑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只去追谁的光荣 不是满着眼泪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谁生来我都是一样 尽管教我无名之卑 我不忍无畏 你看啊 这次比赛啊 主要问题在于你们两个 一定要注意测试 还有你们两个 二尽之力好好做 你们几个先出去 对 宋王 这次让我带队去挪威参加比赛 是谁的主意 我的 对不起 那你知不知道 KK去参加比赛带队的是韩商言 我知道 你知道还让我去 那你知不知道 我每一次见到韩商言 都很愧疚 都很害怕 上次去新加坡参加比赛 事先不知道也就算了 但这次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还让我带小米跟欧强过去 所以天兄弟就是一辈子兄弟 那你为什么自己 不去面对这样的尴尬场面 十年前你就退缩 十年后你还这样吗 我知道战队集散是我造成的 爱卿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着包袱 这样一直走下去 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你们都能跟韩商言 握手言和 毕竟大家过去都是兄弟 那为什么是我们握手言和 不是你们冰释前嫌呢 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 我也在等这一天啊 明天就是全国总决赛了 在紧张 担心 你还有心思打比赛吗 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战 当然是为了荣誉 为了成功 为了胜利而战 比赛结束 然后獨立就要退出战队了 退出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 獨立战队 即使我们赢了比赛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会已经原谅他了吧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如果是换作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吧 可是你是感情的受害者 他伤害的不仅仅是每一个成员 更是你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啊 你们之间不是这么相爱的吗 你能原谅他懦弱地退出 那才叫傻 你还要帮我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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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说 杠着神脾气贼差 可是他人品其好 你可以抓住机会 相处试试看嘛 像这种人品好的男人 抓住一个是一个 稀缺物种 挺倒霉 我们怎么够贼鬼你知道吗 这种贼鬼 小薛 他们结果这种贼鬼 进来 来 走 走 走 咋了 把门关上 干啥 坐 咋了 把盆放地上 人坐沙发上 啥事啊 你紧张什么呀 没 没有 你突然把我叫过来 我受重落惊吗 这个会注册吗 网易云音乐 当然会的 帮我注册 你要注册 真的假的 叫什么 喊商严 杠 还是基恩 你说 你要是认识大V吗 认识的话 给你填资料了 老大你终于想开了 太棒了 真的 老大 要是你注册王英音乐 信息传出去 绝对一起轰动 我跟你说 绝对是我们KK的活招牌 不过老大 你五英不全 你注册这玩意干嘛 让你注册一个账号 哪儿这么多废话 我说 激动 激动 好了 蓝梅 你老公有没有现场 看过韩商严比赛 我也好想去看看他 当然有啊 我老公啊 可是铁杆粉呢 就是没有签名和合照 我老公说 韩商严特别讨厌照相 也只有集体合照的时候啊 他也在耿楼里 韩商严有女粉丝吗 有啊 不过没你想的那么多 毕竟那时候 CTF圈还不是我们嘛 是妈妈 你护士尼特别人 他也担心 十一岁那年 你们都在做什么 在走 忽然好感慨 我还只会把卷子 藏在书包里 有人就已经是冠军了 好 有人生爱了 什么呀 我真是感慨好吧 感慨 看得快看 脸红了脸红了 你才没有 谁把我们萌萌搭鱿鱼殿下劫走了 小鱿鱼你好红啊 好多人给你留言 你看 喵 小鱿鱼太可爱了 萌萌她 把圈子还藏在书包里 真的好可爱哦 我十一岁那年 天天上课看武侠小说 幻想自己是个大侠 犹豫殿下 没事的 你十一岁只会藏试卷 但你十九岁 一定是延二了 十一岁 十一岁我还在玩你吧 十一岁那年我五年级 考了前进入第一 十一岁那年 我是全班最高的 我已经开始学习打篮球了 现在二十一岁了 今天幻想小鱿鱼可以成为我的媳妇 我发现一个重点 这个友人是谁 我们的鱿鱼殿下有心事 台楼上有人 友人是谁 等等 友人是谁 什么 友人 部部鱿鱼殿下你不可以谈恋爱 没有人配得上你 友人到底是谁 这几天不在国内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现在什么状况 现在出现了什么 有人要搞事情吗 陆上 你怎么会有小鱼家门排好 要装好吗 现在出现了什么 现在什么情况啊 难道小鱼鱼也被拐走了吗 你留电话号吗干吗 想让小鱼鱼给你打电话 陆上你是谁啊 陆上到底是谁啊 陆上到底是谁啊 这人到底是谁啊 怎么了 陆上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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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上颜你给我留言了 哪个是陆上颜 我怎么没看到 那个 姬云 姬云 你看到了吗 姬云就是陆上颜 他还玩网易云音乐呢 我以为他脑子里只有CTF呢 他有信号给我留言 那他申请了个信号 我C 还能用这种方式留言呢 我的天呀 我的照片要爆炸呢 你们平常都怎么玩这个的 就发发评论吗 是啊 网易云音乐上 如果你有认识的人 私信很方便的 你怎么不早说 你刚才没有问我呀 老大 我跟你说啊 你可以关注大嫂 你看啊 关注她以后 这样她发动态 你都看得到 跟朋友圈是一样的 你看比如她发了新歌 比如她去哪儿玩了 她都会发出来 都会给她 你看到的 我知道了 你去睡觉吧 我得先加下她的关注 对不对 加下她的关注 是我看错了吗 小鱼怎么关注了一个信号 没有头像的手机信号 小鱿鱼什么时候欢迎关注我啊 为什么 为什么小鱿鱼会关注她 我也想被小鱿鱼关注 小鱿鱼我关注你很久了 你可以关注我一下吗 小鱿鱼 小新坏人了 鱿鱼殿下 没有头像脑很危险 你要先和她哦 小鱿鱼关注了一个 没有头像的帐牙 不行了 我也要关注她 我一定能分析出 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喂 你都是人家女朋友了 关注一下 留个手机好这么开心啊 爱别瞎说 我说了女朋友是假的 满满不就是真的了 感情嘛 培养培养就有了 你看 回关我了是不是 是啊 不是 那些都不太关注了对不对 太多了 真好 你给我看一下 给我看看 别闹别闹 我现在要去厕所打个电话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你让我听一听嘛 不要不要不要 不逃天不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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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喂 请问是韩商言吗 你好 请问这是韩向妍的手机吗 还是我打错了 童年 韩向妍 是我 你 你在睡觉吗 我明早要去挪威 明早去挪威 回来的航班 是三月二号下午四点二十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你有事 回来说 好好好 那你 你现在要继续睡觉吗 我现在是要挂电话还是 不挂电话 那我挂电话吧 你 你 晚安 祝你好梦 我说什么啊 我说什么啊 你跟我说啊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跟我说 就说两句 什么两句 就说两句 你们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 睡觉 我不要说你这样起来 好 我睡觉了 看电视 我也不要看电视 你是怎么这样啊 怎么恋爱谈得一点 你那句话也都没有 就说两句好不好 不不不不 不要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你 说不说 没有没有 不说话 不说话 快点 说话 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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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说 不说话 不说话 说话 说话 他说 嗯 他告诉我明天 他要回挪威 而且还告诉我 回来很半断时间了 真是要你亲戚的意思吗 还说没意思 分明就是太有意思了 你别闹我呀 开心不开心啊 你不开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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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 他要 他要打我 老大 照办好了 韩先生您那几个结尾都已经帮您升为商务舱了 谢谢啊 那你们现在要不要去我们的贵宾室休息会儿呢 不用了 您去忙吧 你们撒的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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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点堵车啊 呀 又帅了那么一丢丢嘛 老安 杠神还不给你打招呼 杠神好 我叫应应 你好 票已经办好了 赶紧去办托运吧 谢谢 走了 拜拜 拜拜 一会儿就见喽 快 拿着你们的票 看看是哪个的 商务层 KK输的钱啊 商务层 可以啊 还是那么财打气粗 请问 你要喝点什么 我 我要吃个 没 好的 我们这样并肩坐在一起吃东西 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你要睡觉到尴尬的话 我可以换个位子 没事 订阅 我就是想看 雨太大了 回来了 藤晋伯吃饭了 怎么临成这样啊 雨太大了 不是 怎么这么点肉啊 这还嫌弃啊 真是 吃饭 菜来了 多厉害啊 加餐 淋成这样 没淋化碗啊 来 跟我来 干吗 我的饭 你现在是我们团队 第一女主公 感冒了怎么办 你不能有任何事 哎呀 啰嗦 知道了 自己来 探完了 我去吃饭了 回来 回来 还没完呢 哎 坐下 又干吗 坐下 又干吗 我现在是队长 你们每个人的身体 我得给负责 站队的成绩才刚刚上了 每个人都要给我保证 完好无损 听见没有 知道了 你现在说话 怎么跟我妈似的 你要把我当你妈 我也不反对了 妈 哎 讨厌 好 我想到了 我想到怎么对付 猛特战队的那个大怪物了 吃饭就吃饭 比赛就比赛就比赛就比赛 你别人吃饭就比赛吧 哎 哎 你不也一样 行了 快点我吃饭 哎 行 喝点 你们几个 都要好好地爱护自己的身体 那队长 那我们几个的呢 这才一盒啊 看什么看啊 吃饭啊 吃饭 吃饭 没事吧 来来来 我看 还是你别掉需要这个 保重啊 你好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可不可以帮我倒一杯热水 好的 紧伤的 谢谢 老韩 你不舒服吗 我有大感冒领冲劲 你还记得吗 以前松露跟我们说 我只是没睡好 记性好的人 远比记性不好的人要痛苦 不是吗 什么 你快点 给你们两个的 Tolore 当真的没房子 我要 cambiar 你叫了 少睡点 少睡 队长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 如果我们全国赛拿冠军 是不是就有一笔奖金啊 是不是 没错 我们是会有一笔很不错的奖金 怎么 你问这个你想干吗 我太喜欢这片屋顶了 如果未来我有钱 我一定把这栋埋下来 然后呢 我们只要每一次冠军 我们就在这儿喝酒唱歌 不用看房东的脸色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我 小米 你傻呀 就算你有本事把这片屋顶买下来了 就凭你大喊大叫的 早晚让房东给你撵出去 就是小米 你别做梦了 就算我们拿了全国冠军 那个钱也不够买这个房顶了吧 那我们就要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 拼到世界冠军 对 等我们拿到世界冠军 我们把这一片都买下来 到时候看谁会嫌我们吵 好 没错 就是要让世界冠军我们拿着 谢谢啊 冠军 哎 你不要动了没有啊 啊 能不能小点撑啊 你们再撑我报警了 老韩 我问你们 你说 有一天我们要是真的拿了世界冠军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梦想想实现 哎 我 我先说 我先说 可以吗 我要帮我奶奶开一个很大的超市 然后找很多很多人帮她固定帮她工作 她只要坐着收钱这样就行了 我呢 就是想和你们搁几个环游世界 你傻呀 你只要好好练习 不要每次比赛都掉链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世界比赛 是吧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多待几天 这样不是就环游世界了吗 嗯 反正我不管 有你们几个在我就 心满意足了 哎 哎 爱晴 嗯 你呢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 我爱的人 的梦想都能实现 你爱的人 包括我们几个呀 嗯 嗯 当然 嗯 包括了 我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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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韩 我的梦想很简单 拿世界冠军 想象世界证明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中国人做不到的 这个牛老韩 哎 哎 那如果你拼到最后 连女朋友都没找到 媳妇也没娶到 你不觉得亏啊 哎呀 哎呀欧强你还担心人家呢 你可歇菜吧 人家现在那女粉丝都不知道 多出你多少倍 你还操心这个事 不是你瞧不起谁爱情啊 你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好好好 听听听 太打了 听听听 对啥 嗯 你的梦想 我身为你们队长 我的梦想就是 帮你们每一个人 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怎么样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好对 为我们世界冠军敬一杯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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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手 我看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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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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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那颗星星 那是飞机吧 那不是飞机 那就是星星 等我们以后成为了世界冠军 我们也会成为天空中最亮的星 对不对 对 我们要做天空中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 我是那颗有没有看见 小小米星 最亮的 爱情星 是 这星 韩商言叫什么 什么星 韩商言叫臭脸星 真的是 每天就灰着一张脸 对啊 骂我们骂的人叫一惨哪 还是我们家搜了好 没有 臭不及吧 一门 一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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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安娜 奥里格尔 久不见 你好 欢迎回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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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见你 很高兴见你 我的名字是奥 你好 犯正事 可以了 早知道我就来KK了 欧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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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嗨 你还没死啊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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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老韩挺厉害的嘛 白手起家给弄这样的KK俱乐部啊 肯定是吃了不少苦了啊 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合伙人南威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南威 我也来到挪威 您看 可以可以 您好像是全中国最厉害的女极客 是不是 幸会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我以前也是打比赛的 不过现在已经推了 她是我们领队苏晨的老公 两个人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没关系了 无所谓了 我知道我老婆以前跟索尼在一起过 不过 谁以前没有谈过恋爱 对不对 对 你们领队结婚了 我还以为苏晨是杠神的女朋友呢 开什么玩笑 对啊 开什么玩笑 上次老韩不是带着她的女朋友 去看她打比赛了吗 对 你现在已经叫了女朋友了 哪一个傻子愿意跟你在一起 不算 爸 就朋友而已 你看看 你别玩人家的感情 滚 滚 我滚 还不如咱们俩一起滚 来 坐下来 大家可以坐一下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邀请赛情况 好不好 来 这是我们的训练室 你好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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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谢谢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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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这个电脑随便想用哪一个都可以 来 认一下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想好好学习啊 放心吧 我真是没想到 你和韩商严克一起来我这儿 我以为SP和KK是水活不容 不能搭在一起 当然水活不容 而且冠军 只有一个 你邀请再客气一点啊 请 不是不是 可能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韩商严和Solo 懂了懂了 我了解韩商严 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恩怨 去成立一个俱乐部 然后将大家的梦想 建立在这么无聊的礼物之上 都雅 没错 她是为了世界冠军来的 对 我们也是为了世界冠军来的 是吧 好吧 好不好 那你们好好练吧 有什么事 姐姐叫我好吗 谢谢 好 只是一个邀请赛 没必要那么紧张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先回酒店啊 为什么呀 KK跟我们是同一个酒店 待会儿可以一起回去啊 我觉得好尴尬呀 我就 小孩子就是毛病多 这些事都是你瞎操心的吧 赶紧走 南威 喂 你好 谢谢您今天的招待 那我们就先回酒店了 赛场见 好 招待步骤请原谅啊 加油 先回去了 幸亏 幸亏 这 刚那个小孩还挺怕你的嘛 有什么可怕的 老大 你房间好大 有花 还有酒啊 哇 这花好香啊 明天就是晴晨节了 是不是晴晨节预定房间的时候 别人误会什么了 不过老大你没有女朋友 这个留给我好不好 对了 你不是喜欢吃糖吗 巧克力给你 我走了 好吗老大 出去 走了 来吧 来吧 好吗 把它处理一下 什么呀 沙感 全都翻译了 他也没有怎么做 不然 他也没想到 喂 祝你明天奇恩节快乐 生日快乐 喜不喜欢给你准备的 惊喜啊 非常喜欢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 祝你生日快乐 并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上一周晚 我在朋友那儿订了一个项链 你今天有空 必须要帮我取一下的啊 没空 韩上言 我现在让你办点什么事 你都跟我说没空 你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端正 我是来带队参加比赛的 不是你的时尚埋伤 我这不是没有空去挪威吗 你就帮帮忙好了 今天我给你打到账户里了 一会儿把地址就发到你手机上 今天晚上你必须给我取 要不然人家不给我保留的 你听到没 我不管了啊 这事就交给你了 挂了 我们互相关注了 我还是他唯一关注的人 三月二号下午四点二十分的班机 从挪威回来 我等等来查一下航班 今天是二月十四号 那到三月二号还有几天呢 那今天不就是情人节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准备个礼物给他 虽然是假的情人 但也应该给个礼物吧 万一 我也收到礼物了呢 1920年 这是原本的 在浙江区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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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欢迎 等一会儿 我可以帮你帮助吗 我来帮韩哲哲的衣装 你应该是韩哲哲的衣装 是 好 等一会儿 好 等一会儿 她已经在这儿了 她已经在这儿了 我愿意她能够到这儿了 谢谢 真想知道她在干吗 年年 年年 吃早餐能不能专心一点 看什么手机啊 什么事那么忙啊 我查查今天天气预报 我吃饱了 你这还没吃完呢 这孩子吃早餐没个吃早餐样啊 她该不会睡了吧 拜拜 我可以打给她吗 好 现在还在忙啊 好像不该吵她 好 喂 项链给你拿到了啊 谢谢你啊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把我去取的 还有什么事吗 你一会儿啊 给我拍张照片发给我看看 记住啊 千万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 就让小白给你拿 我不是不相信你 不过你小子啊 从小到大都没句实话 对你的话我是不是得指 臭小子 好 韩湘言 干吗 你有空吗 想请你喝点东西 哪儿 我快要求你啊 早离开 Italy 好 谢谢Awbasa 做那 своего momiva的 好 好漂亮的盒子 送女朋友的 不正事 其實也沒有什麼正事 今天不是你生日嗎 所以就想請你喝點東西 慶祝一下 你看剛過十二點 我還記得呢 你知道嗎 剛認識你的時候 就覺得你的生日特別浪漫 有一年 我跟獨舞過情人節 你就像一個蟻巴一樣跟著我們 非要讓我們請你吃飯 那個時候我都要氣哭了 我以為你在跟我們搗亂 但是最後你才告訴我們 人家的情人節是你生日 在你們這些人眼裡 愛情高於以前 友情必不無恥 韓少爺 當初 什麼 我說錯了嗎 給我兩瓶美國的 請 謝謝 謝謝 兩個人私約啊 不知道我一起喝個咖啡 不好意思 怎麼了 您去 您去 謝謝 韓湘妍 嚇入 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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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嗨 女士 可以找到你的朋友嗎 對 我們可以成為你的朋友 韓少爺 韓少爺 嗨 女士 嗨 嗨 嗨 韓少爺 你在哪兒 嗨 嗨 我在這裡喝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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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放開 放開 不要 不要 韓少爺 韓少爺 救命 韓少爺 為什麼 是如何被你動搖了心跳 想立刻搬進你眼中停靠 關愛捲起風暴 一瞬間把矜持都忘掉 想念始終都要難以戒掉 讓認定你是我唯一坐標 心思還是要花多少 我才能夠獨佔你的懷抱 愛上你就像牛腩愛上了麵包 天生就一堆遇見了再摔不掉 這種搭配過的不少 甜蜜的剛剛好 你的笑是幸福專屬配方 愛上你就像牛腩愛上了麵包 酸鐵和苦辣都是愛的 調味料為你發酵 烘焙獨的味道 能不能 好不好做我永遠的依靠 愛上你就像牛腩愛上了麵包 愛上你就像牛腩愛上了麵包 天生就一堆遇見了再摔不掉 這種搭配不多不少 甜蜜的剛剛好 你的笑是幸福專屬配方 愛上你就像牛腩愛上了麵包 酸鐵和苦辣都是愛的 調味料為你發酵 烘焙獨的味道 能不能 好不好做我永遠的依靠